欢迎收听幸福马吉特快车 我是列车长Deepo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有时候你是车上的旅客 有时候你是月台上送行的朋友 当然你也可以是看风景的游客 Deepo会分享许多旅客的生命故事 有的跟保险有关 有的跟生活有关 幸福马吉特快车即将启动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可性别错带的事情 从小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 个性活泼 走到哪里都是她的笑声 帅气的穿着打扮 大家都很喜欢她 在一次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们去上课 老师要她每一个人简单的介绍自己 内容有家中的排行 绰号跟喜好 小可在家里排行老大 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 父母亲是在工地做水泥工的 因为家里贫穷 只好把孩子都放到乡下 让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去照顾 要等到幼稚圆大班之后 父母亲才会把他们带回来上课 小可从小就是这样 偶尔住在阿公阿嬷家 偶尔住在外公外婆家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吧 爸爸妈妈就把她带在身边 因为方便照顾 因为没有钱让她去上幼稚园 只好跟着爸爸妈妈在工地玩 大人们在工作 小孩就在工地四处乱跑 一天到晚她都是受伤 她其实哭一哭也习惯了 大人们也会帮忙看着她 她从小就很聪明 也很乖巧 她都会帮忙大人 去帮忙拿东西啊 跑跑腿啊 就好像在工地里面的小童工一样 直到有一次小可跌倒撞伤头 伤口就在眉毛旁边血流不止 他把他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医生狠狠地骂着他的父母说 你们是怎么照顾小孩的 怎么可以让小孩子在工地玩呢 你知道吗 差一点铁钉就划到他的眼睛 你们看他身上到处都是伤 下次要伤到哪里啊 小可的父母非常的内疚 脸上造成这么长的一道疤痕 他们只好跟老板先借钱 让他去念幼稚园 不要让他把工地当成运动场 小可的妈妈经常会说 如果你是男生有多好 你很早就可以帮忙赚钱 中性打扮的小可 常常被人家误会是男生 他其实也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次上成长班的老师 一看就知道小可应该有一个原因 才会打扮成这样 原来从小 他就被有性别错待的问题 因为妈妈经常不断地告诉他 如果你是男生 就可以早点帮忙赚钱 所以小可从小就很认真帮忙赚钱 只要有打工的机会 跑腿的机会 他一定不会放过 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老师问小可 从小妈妈说 如果你是男生就好 你有什么感觉 小可说 我觉得我妈妈好像不喜欢我 我好像不受欢迎 从小就帮忙认真地做家事 希望妈妈会喜欢我 要开心一点 也尽量早一点出去赚钱 希望妈妈觉得 虽然我不是男生 我也可以承担家里的经济重担 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当小可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想 妈妈只是希望她可以早一点帮忙赚钱 而不是讨厌她 听到小可打开心里的结 如果你是男生就好 不只放下对妈妈重男轻女的偏见 也理解妈妈的辛苦 她其实只是希望早一点有人可以帮忙家计 帮忙赚钱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句话 说的人要表达的根本不是单纯的表面的字意而已 解读错误可能造成一辈子的伤害 你有什么被误会被误解 或者是造成你伤害的事吗 有机会想办法把结打开吧 你喜欢我的Podcast吗 欢迎订阅 每一周有三次以上更新的机会 你都会最新收到通知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用iOS系统 Apple Podcast 找到我的单集网上滑 帮我按五颗星 并且留言给我 你的鼓励对我很重要哦 有什么问题留言给我 我会亲自回答你 我是幸福马吉特快车 列车长Depot 列车即将抵达要下车的旅客 请记得收拾您的记忆